台九线瑞穗温泉路口道路拓宽30米 加上车流浪大 即便有35秒的通行时数 但大家在过马路时仍被感压力 公路局高度重视 今天上午邀请地方县议员等共同会刊讨论 决议将原本的穿行线改成Z字形 途中设置行人屁股岛 让行人可以更放心地穿越通行 走在行人穿越线上却仍让人走得心惊胆跳的 就是台九线瑞穗温泉路口 会看时当地村长激动反应 期盼能有所改善 村长强调路宽再加上路口通行秒数仅35秒 偏向社区部落的老弱妇孺过马路时倍感压力 这部分我们再来跟县政府这边来做沟通 请他们来协助 台九县瑞穗温泉路交通耗制或者行川线的改善 公路局第十公务段也高度重视 今天也主动邀请了包括警方 地方议员、相待会以及村长现场会刊 相待会主席陈廖安也提出建言 过去我们的乡民一直反应 这条道路它的人行道太长 太长 因为它是斜的路面 按照斜的路面 所以以目前来通过的人行道 大概会有发生危险 所以这次非常谢谢我们公务段 一里公务段的陈团长 他主动发解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到现场来会刊 经过会刊讨论意见交换 公路局第十公务段提出专业的改善计划 所谓的Z字形就是垂直与人行道跟中央分隔岛的行人穿越线 那这两个行程穿越线中间在分隔岛的地方会有一个庇护空间 就是在我们的岛头的地方会做一个实体的潮化岛 用意就是让行人一次过不了这个路口的时候可以在中间休息 那也避免说让这个失控的车辆会去撞击到我们的行人 把目前斜交的行穿线改为Z字形 而途中设置行人壁户岛不影响行车视线的同时 也让行人更放心更安全的穿越通行 获得了一致共识与支持 公路局第四公务段长陈锦阳进一步表示 包含了路段约4公里左右的路面刨除 重新铺设出边3000万元的经费来推动 若没有问题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来完成 全面改善温泉路口的通行安全 记者时遇人瑞瑞采访报道